Hello,大家好,我是渭海老马 这个号呢,才是老马本人真实的号码 有的,可能有的,现在我发现了很多平台呢 有的搬运老马的视频,然后老马也站出来发声 就是这个才是我自己本人的真实在这个平台的号 再一个呢,就是我最近呢,也接到了很多这个咱们外籍华人呢 在来咱们中国定居,旅居养老的 就是我也跟他们,就是台湾的阿姨啊 还有咱们德国的大哥,加拿大的 我都跟他们聊过了 第一呢,我想跟他聊的,就聊的是,探讨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可能在国外都做得很好 像他们回来的这几个,就是我接触到的 我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国内 再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山东荣城这个地方 他们也跟我聊过,都说的 第一呢,我们可能有落叶归根的情节 再有一个呢,就现在咱们国内呢,比较稳定 从这个各方面吧,咱们就这个,咱们就不细说了 就是为什么选择荣城呢 他们认为荣城,咱们这个是一居之城,长寿之乡 这是他们觉得,一个从空气环境 包括它这个城市的交通,从各方面综合考虑来到了这个地方 正好我这个里边有一个咱们荣城的平面图 我现在把镜头转过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个城市 像荣城这个城市呢,有桑公湾,有大海 这个沿海呢,都是大面积的黑棕林 有樱花湖,绿岛湖,又有湿地公园 可以说是四大生态系统 它整个呢,这个城市呢,大家能看出来非常小的一个城市 人口不多,但是呢,又有两个新城区和老城区呢 各有一个三甲级医院 你看这个小城市虽然很小,但是又有高铁站,又有机场 所以说呢,就是咱们外地的朋友来到这个城市呢 也很方便,交通方便 再一个咱们这边呢,就是抚养离子含量 现在是,目前来说,海边的抚养离子含量 是在咱们威海和这个三十一区里边吧 就老话说的,包括文灯啊,乳山啊 还有咱们荣城啊,威海啊 这里边,抚养离子含量最高的地方 就是空气,环境,交通,包括医疗 城市很小,功能齐选 这是他们选择来到这里边的一个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他们,你像他们呢,都是在大城,可能在这个外国呀 就是哪怕在国内的时候都在大城市待着 他们也不想去那种非常拥挤的城市 非常拥挤的 而且呢,他们对山东,交通半岛的这个 咱们这些老百姓嘛 就是他认为这边人呢,还是比较纯朴的 就是人比较好 所以他选择在这里边,之后的开启他们的养老生活 认为这里边比较适合他们 最近呢,就是接的咱们外国的这个外籍华人呢 比较,确实比较多来到这边的 所以呢,大家就是,我出的一个视频呢 第一呢,就是证明就是,因为有人在搬运我的视频 往外站去拍一视频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城市 很小的一个城市 有飞机,有高铁站 有机场高铁站 有这个三甲级医院 又有湖泊,湿地,黑松 还有大海 就是比较宜居 叫宜居之城 也叫这个长寿之乡 自由呼吸,自爱融成嘛 行,这期视频呢 老马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大家有想真正了解这个城市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问老马 老马会一一回复大家 好,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拍摄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